西游记 西游记 是绝对是一部好书 北大已故的教授吴祖香先生 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我非常敬仰的前辈学者 曾经跟同事们有过这样一个讨论 就是说如果现在不得已 要面临着一场选择 要把中国所有的书都烧掉 只能留下一部 那么留下来的这部书应当是什么 大家讨论 喜欢《红楼梦》的说应该留红楼梦 喜欢李太白的应该说留下李太白 喜欢杜公布的希望留下杜公布 但是大家经过认真的讨论以后 觉得假如没有办法 只能留下一部的话 这部作品应该是西游记 为什么呢 因为在西游记当中一切中国文化生长性的要素 西游记无补俱备 中国再没有另外这样一部书 有这样大的文化含量 而且它的气质跟其他作品非常不一样 我们说西游记为什么它有这样大的文化含量呢 跟它的成书方式是有关的 还有跟它的题材是有关的 那么在中国的所有这些文化名著当中 有一些作品是一个作家单独的相必虚构 这样的作品可能达到的文学造诣可能也非常高 比如说像《红楼梦》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它从技巧上肯定是达到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 但是它在文化含量方面呢 跟西游记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 因为西游记这部作品啊 它不是一个人一个时间写成的 它是经历过最初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历史的原型 有一个历史作为它的核心 然后又经历过千百年的时间 逐渐在形成的 可以说它是源于历史 然后又乘于历史 源于历史这点非常重要 我们这个世界上曾经活过的人千千万万 以后还要在这个世界上活的人又有万万千千 但是绝大多数的人 就跟今天大家来听课的 小朋友还有希望 四五十岁的人估计已经没什么希望了 类似像我这个年龄 我们都是注定与草木同宿 你这辈子过了 大概就过了 除了你的孩子记得你 你的几个朋友记得你 没有人记得你 就像陶渊明那个 适者一去 死去何所道 脱体同山恶 亲戚或于悲 他人亦以歌 死去何所道 脱体同山恶 绝大多数人 其实流下影响的 就是给自己的子女啊 亲戚啊 很多父母在自己老的时候 都渴望给自己孩子留下点念想 也就只有你的孩子 还对你有那点念想 别人其实都不太记得你 只有非常非常少的人 能够给这个世界 留下或浅或深的一些痕迹 多少年之后 仍然还有人记得它 所以说在历史上 那么多的人 万万千千的人 都已经逝去了 留下印记人那么少 可以这样说 每一个在历史上 留下那些 稍微深一点的印记的人 那他都是与众不同的 这些人的人生 都是非常精彩的 他们人生的这种 波澜壮阔的程度 可能超过了任何一个作家 相必虚构 他再丰富雄奇 规律的想象 和可能这些 本身就创造了这个 成为灿烂历史一部分的这些人的 人生精彩程度 还是没有办法比拟的 可以这样说 只要我们还记得的人 在他活着的时候都挺厉害的 现在很多活着的人好像挺牛 但是过几十年 根本就没有人记得他们 比如说马云 马化腾 李国庆 大家觉得非常牛 可是中国历史上曾经活过的富商巨股有多少 所以他们将来也不是说会那种 就这样你就想吧 能够留下印记的人都是得多厉害 只有极少数极少数 特别特别幸运的人 他们什么也没干 但是历史记住了他们 其实我就特别嫉妒 羡慕 乃至恨这些人 历史上这样的人有没有 几乎没干什么事 大家都记住他了 有 比如说汪伦 这个 其实我别人我都不羡慕 其实我就特别羡慕汪伦 你说他这辈子干了点啥 就送了趟李白 然后他就不朽了 李白成舟 题目就写得很清楚 赠汪伦 唯恐就怕题目也忘了 后边还要再提 李白成舟将一行 呼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 身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你想想 就送趟汪伦就 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 我这辈子最大的任务 就是寻找李白 找到李白以后 我反复送 直到他最后给我 送了他过意不去了 他给我写一首诗 我就牛了 如果你们不是 你自己不是非常牛 而且你也没有认识 一个非常牛的朋友 绝大多数人 都是以草木同修 但是西游记的 应该说 因为西游记不是一部文学作品了 不是一个传记文学了 所以我们说传主是不合适的 但是他最初起因的这个历史的影子 玄奘法师 那乃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 应该说少有的高僧大德 所以他本身这个历史本身的印记就足够深 玄奘法师是整个中国佛教史上 第一个他是最伟大的佛经翻译家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佛经翻译家两个 一个是纠摩罗石 咱们今天读的那个金刚经 那个本子 最流通的本子 就是纠摩罗石意的 纠摩罗石之后呢 然后就是玄奘法师 纠摩罗石意的那些东西叫做旧意 玄奘法师意的那些东西叫做新意 他所翻译的那些佛经的这个 就是准确 精确 优美 应该说在历史上无人能及 非常厉害的 与此同时呢 他还是中国的一个著名的 佛教的一个流派 维时 他是维时宗的这个开山之人 后面还有他的一些弟子窥姬啊 什么的这些 共同完善了这样一个学派 我们今天不太 对那个维时宗不太了解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维时宗是特别讲哲学的 我们中国人的逻辑思维一向不发达 我们中国人喜欢那种简洁的 所以在中国后来最流行的这个 佛教的这个流派 实际上就是在知识分子里面影响最大的是禅宗 在普通百姓当中流行的是净土宗 禅宗嘛就是 你还需要误一误啊 需要他跟诗歌呀 跟这个什么相通 那么这个 净土宗就非常简单了 你只要常念阿弥陀佛 就可以 平常念阿弥陀佛实际上没大用 念阿弥陀佛最管用的是你临死那一下 临终一念 如果你马上断气了 念的想的都是阿弥陀佛 还好就断气了 阿弥陀佛就断气了 你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实际 平常念没用知道吗 但是为什么平常还要念呢 你要练习 这个很难了 我们就跟平常一样 你平常参加模拟考试 什么一摸二摸 你考了全年级第一名 全市第一名 有用吗 没有 最后是高考那一锤子 那是一锤子买卖 高考考好了 就管用 平常考得再好 都不记录那个成绩的 但是为什么平常模拟考试什么的 家长学生都还很重视呢 因为练习 你平常练不好 高考的时候 那么重要的时候 你在想很多事情 精神一紧张 你还能考好吗 你考不好 你平常念阿弥陀佛 你都念不好 到临死的时候 你一想 哎呀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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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两笔钱 那个没交代清楚呢 是吧 还有我电脑里边 还有一些非常隐秘的东西 没善 这我死以后 万一孩子老婆看见了以后 对我的印象 是不是会变得差一些 是吧 是吧 有很多人 电脑里边都可能 写点日记 这些日记是你不希望让别人看的 我死了以后 万一我孩子突然之间一看 是不是他心目当中 父亲的人设会崩塌 是吧 这想的很多呀 是吧 你这一想的很多 那我还有哪个菜没吃过 是吧 这死得太遗憾了 是吧 哎呀 这个这个这个 这些东西纠缠着你 你这个死的时候 你哪还一心念阿弥陀佛呀 所以平常练好 死那一下 阿弥陀佛 可以 他是 所以念净土 还是修禅 都是方便法门 中国人喜欢的是方便法门 但是呢 那个 这个 维师宗是 讲哲学的 所以呢 中国人逻辑思维呢 不够发达 所以呢 这个 会比较 比较麻烦 除了这个以外呢 玄奘法师 还是整个 中国历史上 出现的最伟大的留学生 因为下面有小朋友 这个小朋友要稍微控制一下自己 小朋友有个特点 小朋友的特点就是在45分钟之中 他的精神只能注意15分钟左右 这是小孩的特点 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学的是示范 我们后来讲课的时候 就是实习的时候 老师是掐着描表的 如果你讲授的时间超过20分钟就要扣分 你要留下大量地给他们练习 甚至给孩子留下6号走私的时间 然后老师再敲敲黑板 集中注意力了 现在讲重点了 是吧 需要这样 但是今天我们可能 如果我老师敲黑板 注意了 大人可能就会觉得烦 所以家长稍微控制住自己的孩子 他要再说话 你就捂住他的嘴 不要说 好了 我们来接着说 现在是这个 我们说他还是最著名的留学生 玄奘法师到印度去以后 没过多长时间 就经常代表他所在的那个寺庙 纳丹陀寺 出去跟全国各地的这些 向纳丹陀寺挑战的这些人 和他们一起进行辩论 印度是一个特别注重辩论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 你如果在一次辩论大赛上 表现非常好 你一下子就会变得非常出名 有点像我们前些年流行 那个什么打砖辩论赛 有点这个意思 过去的时候 印度特别注重 实际上对语言的重视 实际上是实质上是对思想的重视 认为思想上战胜你是特别重要 过去古代印度人 在辩论的时候 经常要有赌注的 赌得很厉害 如果我败给你 我这辈子给你终生当奴隶 这是一种 我如果败给你 再狠一点的我割舌相谢 我这条舌头辩论不过你 我的舌头不争气 我把舌头拉下来送给你 还有的就是斩首相谢 我辩论不过你 我的本事不如人 我把脑袋拉下来 我送给你 印度过去的时候辩论经常这样 这些人都比较狠 一个外道啊 一个是对着自己的信仰非常坚定 另外一个也希望出名 扬名立万 扬名立万的最好的 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向权威挑战 如果向权威挑战 我这一次赢了你 我这个名声马上就起来了 现在也是这样啊 你如何一下子扬名武林呢 我告诉你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向那个少林寺 向那个武当山挑战 然后你把南提就抛给了他们 你赢了你当然很牛了 我立刻就厉害 你败了你也不丢人呢 因为我向少林寺挑战 少林寺赢了我是应该的 武当山赢了我是应该的 但是你就把南提抛给了他们 他们败给你当然特别丢人 但是就算他们赢了你 其实他们也光荣不到哪儿去 因为大家觉得他该赢 除非非常潇洒地赢了对方 大家才觉得 哇 不愧是少林寺武当山 你想想一个场面 比如说我去武当山挑战 我去少林寺挑战 少林寺排名第一的武僧 确实真的赢了我了 但是脸也被我抓破了 鼻子也被我打破了 耳朵也被我抓豁了 衣服撕着一条子一道子 然后主持人握着少林寺第一高僧的手 他一边擦着鼻血 一边说少林寺获胜 你说那少林寺他觉得 大家觉得少林寺很牛吗 大家其实还觉得我还挺牛的 我去武当山挑战 确实武当山赢了我了 但是他的当也被我踢了一下 捂着当在那儿喊 终于武当山获胜 我获胜了 是吗 大家觉得武当山野怪丢人的 道理是一样的 最容易成名的方式 就是向权威挑战 纳兰陀斯是整个当时 印度最大的佛学最高的 应该说庙堂 所以去那挑战人很多 这就把这个难题 投给了这个纳兰陀斯 纳兰陀斯怎么才能获胜呢 大家都很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玄奘法师 挺身而出 我去 我是个留学生的身份呀 从遥远的东方来的 我输了不丢人 我就是个留学生 我不能代表纳兰陀斯的最高水平 我还探探路 大家知道该怎么战胜他 他的思路大概是如何的 如果我赢了 纳兰陀斯就更厉害了 你看从东方来 在我们这儿培训了一年 出去都挑战你们 你看我们纳兰陀斯多厉害 大家觉得玄奘法师说得对 于是就经常派 这个玄奘法师出去 跟他们辩论 而玄奘法师几乎每次 都非常潇洒地赢了对方 后来大家知道了 这个留学生 其实也是整个纳兰陀斯 最厉害的高僧 后来到了 他在纳兰陀斯学了若干年之后 要回中国的时候 当时印度的那个戒日王 最厉害的那个王 然后在曲女城召开一次大会 让玄奘法师 那是一次无遮大会 什么人都可以参加 大家可以随心所欲 向玄奘法师挑战 玄奘法师把自己对佛学的理解 写了一百多条 张挂在会场上 这儿一条 那儿一条 这儿一条 这儿一条 那儿一条 都挂上 任何人就其中的任何一个论题 只要能够博导我 或者能够谈得比我更深入 白痴干头 能够更近一层 比我更厉害 我玄奘 愿斩首相信 我把脑袋拉下来送给你 一连十几天 无人应战 玄奘法师太厉害了 就跟人说我来讲座 今天请韩老师来品味西游 我今天不说 我就把笔记本一合 我有点大眼 谁想跟我辩论 大眼灯小眼 两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 当时的情形可能有些尴尬 因为大家确实看这论题 都搞不过玄奘法师 但是十八天之后 哎呀 整个群女城轰动了 小城佛教说它是解脱天 大城佛教说它是大成天 请他骑在白像上 在城里边 大家撒水 撒鲜花 撒各种各样的宝贝 他一边走 大家一边鼎力赞叹 玄奘法师带着荣誉 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然后投身到佛经翻译事业 玄奘法师本身的 他的这种坚忍 后来鲁迅不是老说他吗 中国什么有什么历代 什么有拼命硬盖的人 有舍身取法的人 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玄奘法师本身所具有的 这种坚忍 这种智慧 这种勇猛 这都是历史上 应该说是含有其比的 所以本身这个历史 就是很厉害 历史本身的波澜壮阔 超过哪怕我们单独人 再雄奇瑰丽的想象 另外还有一点 它的文化含量 特别重视在于什么呢 在于它的完成 同时又是一部历史 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 我们知道 这个西游记也好 三国也好 水火也好 他们的完成方式很特别 在成书之前 有一个很厉害的作家 把它一锤定音之前 他经过了很多年 说书艺人 在书场上对他的讲说 应该说他从一个历史的故事 真实的历史故事 到最后成为一部小说 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 说书艺人 每一代人都用自己的感受 自己带着自己当时那个历史信息 去丰富它 其实每一代的听众 也用自己的这种好物 用自己的钱袋子 应该说帮助这些 这个说书艺人 修改完成了它 这个古代的说书艺人 讲说这个评书 其实跟我现在给你们讲座 那个意思差不多 比我还厉害 我其实每次在不同的地方讲 因为我现在应该说是 行迹变天下 整个中国大概没有去过的 可能就是什么 青海了 西藏了 大概也就是这种 特别偏远这种地区 新疆什么之类我都去过 有的地方挺远的 我还去过好几次了 没去过的可能就是 大概想想想想 可能就是青海西藏 极少数的地方 我每次在讲东西的时候 其实也都在认真地 观察着大家的反应 这个东西讲出来 大家都感兴趣 这个地方就留下来 以后可能在这个地方 完善发挥它 这个地方讲完以后 大家可能兴趣不是那么多 如果它是无关紧要的 就把它删去 如果它是重要的 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构成部分 这个东西留下来 但是不会在它上面 花费太多的笔墨 有些东西一说出来 流行语大家都在用 不用好像就很过气一样 跟大家不发生关联 但是很快就没有人管它了 但是也有东西当时流行 后来仍然能够积奠下来 这个地方也就留下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完善自己 其实我现在就特别理解 古代那些叔叔先生 他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 但是古代的叔叔先生 比我面临的挑战更厉害呀 我现在跟你们讲 你们就算听得不太认真 不满意 无非就出去 哎呀 韩老师徒有兮名 没啥了不起的 讲得就那样 还不如我儿子讲得好嘞 是吧 我只是出门一下听到了 我会觉得小小的羞愧一下 一低头我就走过去了 回家该吃吃该喝喝 因为我还有一份职业 是吧 继续当老师 也死不了人 也饿不了肚子 但是古代的叔叔艺人就不一样了 古代的叔叔艺人 如果大家都不听他的 这个人根本就无法谋生 而且他对底下的观众 根本就没有一丁点的权威 这点跟我当老师又不一样了 我当老师 我在上面哪个学生不认真听了 你注意啊 你再不认真听 你平时成绩我可给你减 考试你也小心点 你也过不了 我还可以吓我 他不给你学分是吧 还可以 但是古代的叔叔艺人 对底下这些听众 其实是一丁点的这种强制力都没有 一句重话都不敢说 就跟郭德纲讲的 一开场 就是天下的医师父母们大家好 郭德纲说的对 大家不给他钱 他就得死 古代那些说书艺人也是这样子 一句重话都不敢说的 比如说 今天如果来的人不多 今天咱们来的人挺多的 假如古代叔叔先生 假如说一见面对来的不多 他发了句感慨 哎呀 你看看今天 该来的没来 起身走了一批 我们都是那不该来的 我们走了算了 又说了一句 不该走的走了 又走了一批 我们都是那该走的 最后剩下戏拉拉几个人 哎呀 今天怎么没人呢 全都走了 我们难道不是人 都走了 就是说书艺人 连一句重话都不敢说的 他能做的是什么 他能做的 只有认真观察大家的反应 然后对自己进行调整 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 只有每一代人 都非常感兴趣的东西 才能真正地流到 整个西游记的里面 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西游记凝聚的 不仅仅是 就是说这个 说书先生 其实一代一代的中国人 都用他们的情感 用他们的好恶 对西游记的增山完成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西游记 也包括三国 也包括水浒 它就不仅仅是一部文学名著 其实它也是一部 历史文化的著作 因为我们大家都对它感兴趣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它应该说 甚至讲是我们中国人的 民族性格之书 说起来都一点不够分 所以三国 水浒西游 它具有其他文学名著 所不可取代的 这种文化的含量 所以在整个中国古代 这些文学名著当中 这几部作品 是要单独念出来的 当然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最后给它加工完成的 这个一锤定音的这个人 也很重要 有些东西流传了很长时间 也很有文化含量 但是缺乏一个 这种一锤定音的 这种大才之人 所以这些东西自始至终 还是一种不完善的方式流传 比如说我在那个 中央四台的那个文明之旅 也讲过那个东游记 就是八仙过海 八仙过海其实它历史上 积淀的东西也非常多 但是那个作家不具备像 比如说像吴承恩 像罗冠忠 像室内安这种大才 它不能够一锤定音 一锤定音这个词呢 是来自于中国古代的一个工艺 就是造罗的工艺 我们知道这个罗知道吧 一枪就是那种 发出很灿烂的那种音色的那种东西 这罗的发明者是我们中国人 这个最好的罗也是我们中国人做的 全世界的交响业团 都以拥有一面中国打造的罗为交 如果你这罗不是中国人拿手工打的 这个交响乐团 这个水准可能不高 做罗是怎么做的呢 做罗都是这个样子 反复地断打 反复地折叠 反复地断打 一开始可能弄成个形状 现在都比较简单了 直接都注一个 然后再敲打 鼓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大通嘎的打 打折过来折过去 最后打成罗的形状 敲敲敲敲敲敲敲 但是最后一关怎么办 敲到最后的时候 徒弟们都不敢敲了 最后把这个罗形状已经成了 打得也差不多 交给师傅 师傅凭着自己一辈子的经验 点上根儿眼 抽着点亮这个罗 看看哪重哪轻 整个 然后放好 猛吸两口 把烟掐灭 拿起锤子 在最应该敲打这个部门 就来这么一锤子 这个罗的音高音低 音色的好欢 几乎就取决于最后这一锤子 这叫一锤定音 其实对于西游也好 对于三国也好 对于水虎也好 就是最后他们能在 比如说罗冠中 吴承恩 施耐安这种人 大师的手里一锤定音 也很重要 比如说像八仙购海故事 他最后没有这样一个大财 给他来着最后这一锤子 所以他终究缺乏一个名著的这种水准 但是非常幸运 西游他有吴承恩这样一个大财 然后给他一锤子算定了音了 然后他就非常灿烂 回想千年 没千年 几百年 因为那是明代的时候 最后写成的 回想数百年 但是我觉得以后 他还会继续灿烂 所以回想几千年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好了 这是我们先说 这个西游记 它拥有这么多的文化含量 所以当然值得一度 那么我们今天 从哪个角度来切入西游记呢 我刚才其实讲 它文化含量 文化含量很多 我们可以理解 西游记的角度也很多呀 但是我今天 就是更愿意跟大家说的是 从西游记当中 看我们的这种境界人生 因为我还是觉得 喜欢给大家一点 从西游记当中读出一些 人生的这种启发和意味 一个人一生下来 我们其实对自己都是有所希望 有所要求的 回想你的少年时代 或者你的青年时代 当你还是一个少女 当你还是一个少男的时候 你是不是朦朦胧胧的 都觉得自己一生 应该干一件大事呢 这样的话 这一生才不算白过 其实我刚才在讲到 这个 这个绝大多数人 将来都会与草木同宿的时候 我其实看到很多人脸上 就是我在底下 因为我站得比较高 我其实能够看到你们的表情 很多人其实还是脸上 小小的有一丝落寞 这辈子就这么过去了吗 还都是有点 我们可能也无可奈何 但是小孩他会 他有希望 我想我们年轻的时候 都会觉得 年轻人心中 都有一腔盲目的大志 都有一件未定的大事 我们这辈子应该干什么 才不枉此生 都有 我们是怎么过的 最后怎么找到的 都是用一生的时间去求索的 如果这点不太容易理解 我们比如说 打一个个简单的方 举一个个简单的例子 谈恋爱也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 无论是男是女 我们的心中 其实都蕴藏着一腔爱 我们这辈子注定 去要谈一场恋爱 哪怕别人看来平淡无期 但在我们自己内心世界 可能是轰轰烈烈 我们这辈子 一定要爱上一个人 一定要谈一次 叫轰轰烈烈也好 叫什么呀 我们一定要谈一次 这样的恋爱 但是究竟你会习惯上谁 其实你会经历过 漫长的求索 一开始的时候你觉得 这个人可能挺好 但是时间长了不行 你在内心深处 可能勾画一些东西 这小伙子也不错 他追求过 我觉得也行 这小伙子个儿 长得有点挫 不够伟岸不行 比如像我这样 都是第一批被趴掉的 个儿不行 没超过一米七 残废 不行 在我们那儿 我这身高算残废 一等残废是一米五以下的 二等残废是一米六以下的 三等残废是一米七以下的 我是三等残废 我在家乡办厂 都不需要 都免税 有残疾症的人 我们是 这都那什么呢 不行 后来发现一个小伙子 个儿高不错 但是发现不行 长得不行 又怕死掉 后来发现一个小伙子 长得个儿也高 人也长得帅 觉得不错 但是后来 接受日久 发现也不行 看起来像模像样 但是毛病太多 这吃饭 叭唧嘴这点受不了 一吃饭 弄完了以后 你看他吃点什么 出去吃个肉燕吧 真香 看起来这么没素质 你说你这 好多女孩子很在乎这点的 吃饭叭唧嘴 很多女孩子一看就看不起 为什么吹了 我给别人介绍 为什么吹了 小伙子不错呀 他吃饭叭唧嘴 我看着就难受 吹了 我给别人介绍 我觉得小伙子非常棒 你能不能改一改 是吧 我妈就这么教的 吃好吃的东西 我妈还说叭唧得越香 表明吃得越香 我从小就这样 能不能改一改 是吧 好 这是这个什么 这个 吃饭叭唧嘴 喝水拍大腿 一喝 咕咕咕咕咕 一喝下去 哇 哇 真杰克呀 我来这个 是吧 也不行这个 是吧 就给吹了 最后发现一个人 谈恋爱的时候 最后觉得 哇 这个人 非常棒 其实这个人 真正来到你的身边的时候 你梦中的这个人 来到你身边的时候 也许他跟你一元 原先想的就不一样 是吧 也许个儿没那么高 一米六八也行 也许长得不那么帅 重的靠上 没端眼睁就可以 是吧 我说的是我自己吗 是吧 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最后发现 这个人就是让我觉得舒服 看到他 我就心里就开心 聊天跟他在一起 就觉得非常棒 就是这个人 He is my Mr. Wright 这是我的真命天子 有时候我们对女孩子 也是这样 一开始的时候 你喜欢的那个 一开始在众人当中 引起你注意的 其实并不一定是 第一眼你觉得不错 我们很多人都上过大学 我再度很多人都上过大学 一开学的时候 比如说全年级 一百多人都在你的面前 你也会注意到 哇 这个李梅长得很好 李鸿长得很好 是吧 也许女孩子觉得 哇 小明长得很好 李鸿王 李鸿还有叫什么红 是最著名的是吧 小虎子 李鸿 还有什么张红 还有什么小李刚 什么什么这 这都是永远不毕业的那些人 永远活在我们课本里 我们都四十多了 他们还没毕业是吧 李鸿仍然还在读小学 太差劲了这些人 念书念到什么程度了 还没毕业 是吧 这个 一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注意到 是那个长得好的 个儿特别高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 渐渐的 时间的流转 渐渐那几个人 在我们心目当中 黯然失色 最后挺立而起 在我们心中 变得非常漂亮的 其实 可能跟你一开始 那几个人并不太一样 我们人谈恋爱也好 人干什么事情也好 都是这个样子 一步一步的 最后找到自己心中的那个人 当然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找到自己心中的那个人 一辈子都没找到自己心中的那个事 这个人怎么办 他开始折腾孩子 你爸这辈子就这样了 你可不能这样了 是吧 然后就开始折腾孩子 这中国人很多都是这样 又因为很多人没有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所以一代代孩子总在受苦 替父母完成自己的这个愿望 都是这样 为什么很多丈母娘或者是丈人爹 对孩子不满意 自己当初没找到个自己特别理想的 希望孩子找到个特别理想的 所以就得折腾孩子 折腾女婿 折腾儿媳妇 好了 我们后来总结了一通就是这个样子 人的一生 你从年轻的时候就是注定 要干一件梦想当中 要做一件梦想当中的大事 成为某个一样的这样的人 就跟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你一定会爱上某个人 你一定会谈一次恋爱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的人生 你认真地想一想都是这个样子 我们都在求索 每个人最后找到东西可能不一样 但是一个理想的人生 一辈子大致的轨迹是接近的 这个轨迹是什么呢 这个轨迹都是这样 第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出于自然境界 这是冯友兰先生说的 我觉得他说得特别好 并且在后边的中国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如果你对自己的人生 有一个绝节 而不是浑浑噩噩 萌萌懂懂的话 我们的一生 大概经过的境界类似 第一个境界是什么境界 第一个境界是自然境界 跟小猫小狗没有差别 我们今天其实来的这些 很多我看有小孩子 比如说还有 我看有的也就是个五六岁 六七岁 家长把他拉过来 然后一起听我讲 听得懂听不懂都是一回事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 家长把他拉来了 基本上跟小猫小狗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我想想我孩子小的时候 跟那小猫小狗是一样的 回家就逗他 我记得我儿子特别小的时候满屋爬 然后我跟他讲 动物辨认是不是自己的儿子 主要是靠闻味 闻闻味 哇 是我的孩子 是我孩子的味 这就是我孩子 我儿子懂了这个以后 我跟他开玩笑 有一天从外边下课一回家 就爬在地上 我儿子满地爬 然后一回来就反复地闻我儿子 就闻 是我儿子呗 是我儿子的味呗 是吧 然后我儿子也爬过来闻闻我 是 是 跟小猫没啥区别 跟逗傻子似的是吧 现在想想 那是我觉得过得最快乐的时光 所以现在的父母 不要嫌你们的孩子烦 等你们的孩子到了上中学以后 你想让他跟你亲近 他都不一定那么亲近了 我在街上 有一次我就看到一个妈妈 拉着自己的孩子 中学 初中的时候 放学把孩子去接 家长去接孩子 拉着孩子的手 然后孩子就一个劲甩 是吧 好像让孩子觉得很难为情 是让妈妈拉着 我又不跑 你拉我干什么呀 是吧 觉得很难为情 都是这样子 小的时候是这个阶段 什么时候开始就进入了功利阶段 自然境界的最标准的特点是 无我 他还没有太能把自己和环境区分开 特别是还没有把自己将来要干什么 跟其他的那群人区别开 没有那种区别心 是吧 那个叫自然境界 最小的孩子 他其实没有办法把自己跟别人区别开 你看小孩说话有个特点 都是自称宝宝 宝宝饿 他小的小名叫宝宝 宝宝是中国大概有三分之一孩子的共同的名字 女孩叫贝贝男孩叫宝宝 大概就是这样 说那个饿吗 说宝宝饿不饿 其实问的是自己 咱们成年人说我饿了 他会这样说 我想吃东西 我不喜欢什么什么 小孩会说宝宝饿 宝宝不喜欢宝宝不吃宝宝什么之类的 他都自称宝宝 因为他没有把自己和其他的人区别开来 所以他自称这个 那稍微大一点 他仍然还是无我是什么呢 他没有区别心 小孩不会区别自己的衣服比别人贵多少 不会区别这个什么 没有这种区别 他只是凭自己的爱好去判断一个东西 其他人的判断对他没有太大的意义 小孩会拿自己四块钱的玩具 如果他觉得自己四块钱的玩具 没有那个 自己四百块钱的玩具 没有人家那个四块钱的玩具好 他会拿自己四百块钱的玩具 跟人家四块钱的玩具换 我看过一个就跟笑话似的 那个什么就说 说孩子你那变形金刚四百块 他那个塑料那个玩意儿才四块钱 你傻呀 你拿四块钱的跟他那个四百的 你拿四百的去跟那四块的换 你为什么会这么干呢 小孩回答很简单 他那种我没玩过 是吧 就这一条 四百就可以跟那 所以好多小孩完成的交易 在家上看起来就跟傻子一样 我弟小时候又是这个样子 是吧 那个时候我爸有一些邮票 有的是从海外的 有的是从港台的寄过来 其实挺好的那个邮票就留下来 结果我们院里一个比他大的孩子 那个小孩比较精明 拿一只蛆蛆就全换了 那蛆蛆长得个头比较大一点 应该看起来比较厉害 我儿子 不是我儿子 我弟就喜欢他那个 好吧 你跟我换 你有什么好东西可以跟我换 我儿子 搞了搞 看了看去 家里边没啥别的东西 那时候家里穷 幸亏那时候家里没电视 有电视 他拿电视 就敢跟那个蛆蛆换了 最后搞了一堆邮票 最后交换了 我们都说他是傻子 但是小孩说就喜欢那个东西 他不会觉得自己这个衣服 小孩买的什么阿迪耐克 什么小香奈儿 他就觉得多好 对他来说 喜欢东西跟钱没关系 他没有那种区别 一个漂亮的石头籽 究竟是不是 究竟是汉白玉的 还是一个石膏块 还是一个什么和田的羊脂白玉 在他来说没区别 他没有办法区别外在的世界 和自己内在世界的一个判断标准 它是自然境界 什么时候就进入功利境界了 就开始时时处处想到我 时时处处想把自己跟其他的人标识出来 这个就进入了功利境界 功利境界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以自立为目的 遇到什么事情 先问一下 对我有没有好处 这就算标准的功利境界的人 所在的那个精神状态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今天的很多人 有一些干了一些什么事情 其实你认真想想都是为了自己 这个是推动我们人类忙忙碌碌 甚至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最重要的一个工具 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活在这个境界当中的 过去的时候嘛 这个司马迁说过一句话说得特别好 叫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嚷嚷皆为利亡 就是功利嘛 这个过去我记得 因为这个处处很杂 有人说是乾隆说的 有人说是康熙说的 说是在一个渡口看见满河的船 然后就发了一句感慨 哇 这么多的船走来走去 但是这个时候旁边一个很睿智的臣子 说了一句话 陛下臣只看见一艘船 这艘船就是明利 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让人皆为利来 皆为利亡 其实明也是利 因为明其实可以很方便地换成利 一个人的知名度就是钱 有些人看起来很有名 但是还没有太怎么有钱 仅仅是因为他没有找到变现的合适的手段 明其实也是利 就是这样 所以呢 很多人都活在这个功利境界当中 这个孙悟空 其实他也是这个样子 有些人呢 就是你看起来这个事情 他做的不是为名为利 但是深一步追究的话 有些人同样做一些很高尚的很有道德的事 但是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利他 他的目的仍然是为了追求自己的东西 我想变得更有名 我想变得让大家记住我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也还是更高级的这种自利而已 当然自利有的是看起来我们都理解 哇 这就是说明显地想得到好处 有一些自利好像看起来跟傻子一样 其实你认真想一想 他也是为了满足自己 更高程度的那种自我的认可 比如有些人 那个买一个什么东西 是吧 这个 花八万块钱买个包 他好像你觉得他跟傻子一样 那八万块钱买包子买多少啊 你买个包 你买包子给我吃一年 我也吃不了八万块钱包子 买个包多傻呀 但实际上对他来说 他是为了满足自我的内心 我跟其他人标识出来了 你也穿一百块钱件背心 我也穿一百块钱的背心 那怎么能显出我跟你不一样呢 我穿这背心是八千块钱的 大家就觉得 尽管他心里觉得 八千块钱买个背心值不值啊 但是他只想 人家能穿那几八千块钱的背心 所以有些事情你看起来 他做的事情好像 好像他做这件事情没什么力呀 但是他指向的是一个更高的力 就是他要把自己 满足自己内心 把自己和其他人标识出来 这也是为了力 看起来是赔本的买卖 但是实际上他不赔 他是为了自己 为了满足自己那种认可心 跟其他人标识而出 这是一种 那么这个功利境界过了之后 比功利境界更高的一个境界是什么呢 比功利境界更高的是道德境界 道德境界的人 我干脆我写一下吧 特别准备了白板 第1个是自然境界的特点是无我 然后还有功利境界的特点是利异 比这个境界更高的 道德境界的特点是利异 最高的乃是天地境界 天地境界跟道德境界其实很像 也是利差 但是呢 他还有一个最大的 跟别的不一样的这个特点 就在于他没有执着 谢谢 他还有一个最大特点是没有执着 我们挨个的来讲 这个自然境界呢 它是无我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功利境界是自利利己 道德境界的最大的特点 它是利他 他做什么事情 都是为了满足别人 我们如果举出来 道德境界的人 比如说举 我们在社会上 其实看到很多这样的人 脑子里边只有别人 好像有一年一个感动中国 是吧 这样的一个人 好像是已经70多了 自从他60退休那年开始 就开始登三轮收废品 把自己得到的每一分钱 然后都捐助一个贫困的大学生 60岁之前为家庭为自己活着 60岁以后为社会活着 到70多岁的时候死了 当他捐完最后一笔钱的时候 然后就说我已经干不动了 有一些人呢就 妄自揣夺这些人 哎呀他这个人就是 这个什么 还不是为了名 为了什么之类的 我的评价就是 不要以自己这种功利支持 夺别人的道德之境 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再比如说 如果这个我们这个知道 就比如说像雷锋 那个是更早一代人心中的榜样 不是说雷锋出差三千里 好事坐了一火车 这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想着给别人做好事 脑子里面完全没有 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这样的人是活在道德境界 就已经非常高尚了 但是道德境界还有一个什么 我们为什么把最高的境界 写成天地境界 而不是道德境界呢 因为道德境界 它还有一个很大的麻烦 这个麻烦是什么呢 因为道德这种东西啊 实际上是一种 怎么说呢 是流动变化的这样一种东西 每一个时代 跟每一个时代的道德标准 都不一样 所以你如果拘泥于 一时一地的道德 然后用这种东西 来衡量其他的人士的时候 有的时候 你就显得比较狭隘 马克思说过一句话 道德是人类的一切精神部门中 收获最小的那个部门 那马克思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举个例子就知道 每一个时代 跟每一个时代道德标准 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 大家今天来这个地方 听我讲课 应该绝对是一件 合乎道德的事情吧 大家利用这个周六周日的时间 放弃了去玩 去什么的机会 大家在一起 共同来重温西游记这部经典 你说起来就很感人呢 但是呢 如果把咱们今天的这个场景 往前推上三百年 比如说如果大清还没有灭的话 或者再往前推五百年 大明还没有灭的话 今天这个情景 我们一总结 让有一些人一说 就变成了一个特别不道德的事情 那个时候的原则是什么 叫男女受受不轻 就是我一个男人 如果递给你一个女人东西 手绝对不可以碰上 第一个受是 提手房是给 第二个没有提手房是接受 比如说我给你 我给你的话 手是不能够挨着的 这个杯子给你 我要先放在桌子上 那个人 我把这个杯子拿过来 直接这样是不可以的 我把杯子给你 你就拿过来 这就非常失礼 为什么 因为在接受的过程当中 手和手可能碰上 而过去认为 男女之间如果基伏相亲的话 是一件对女人非常坏的事情 你知道过去 明代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人 一个女人 着火了 着火的时候 这个外边有一个人 然后就去拉他 救他 那个 那个掉到水里边 一个陌生的男人 然后就拉他 救他 这个是女人被拉上来之后 这个女人就觉得 非常的丢人 我一个清清白白的女儿 居然被你这种臭男人 拉了下手 我终生都洗不去这个侮辱 最后这个女人怎么办 把这个胳膊砍掉了 哪个臭男人拉我的胳膊 男女要挨上一下 接触上一下就不行 七岁男女不同席 稍微大一点 男孩子女孩子 都不能够在一个席子上吃饭 古代的时候是做的 我们今天这个场景 如果让明清时候 那个味道士看见 一定会让他们痛心疾首 他们会怎么描述 我们今天这个场景的 男男女女 杂踏相处 呼吸相通 生气欲闻 是吧 事可忍 孰不可忍 真是会乱不堪哪 是吧 如果你想明清时候的人 一评价就这样 完全味变了 再比如说 男女恋爱 在今天看起来 是一件非常合乎道德的事情 只有为了恋爱 为了爱而结合的婚姻 在今天看起来 才是唯一合乎道德的这种婚姻 今天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古代的时候 男女之间如果谈恋会怎么样 那算私通 那算私奔 家教延一点的这个家族 会给你沉堂 把你放在猪笼里 放在鹅笼里面 然后再放在那边打石头 直接给你进到水塘里面去 你看 在今天看起来 如果今天比如说 有一对青年男女 比如说我是当大学老师 中文系的一个女孩子 和体育系的一个男孩子 两个人好了 然后由院长 团美书记 把他们两个捉起来 然后关在一个笼子里面 弄块打石头 扔到池塘里面去 这家伙轰动整个中国 乃至轰动世界呀 是吧 缺德玩意儿 是吧 你作为一个院长 你有什么权利 把你的学生泡在池塘里面 那就是极度不合乎 道德的事情了 所以比如说在大明的时候 有一个人出于 那个时候的道德标准 而把一对自由恋爱的男女 沉到池塘里面了 在现在看起来 根本就不合乎道德 所以我们就一时的 狭隘的道德去判断一个事情 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可能时过境迁 这件事情就显得非常的荒唐 所以道德境界不是最高的境界 最高的境界是什么 最高的境界是天地境界 就是发乎人的本心 去做一些利他的事情 不因为这个狭隘的道德标准 做出一些 就是在日后看起来 不合乎人心的举动 咱们举 就是我标举一下 这个道德境界和 这个天地境界面对同一个事情 不同的态度 大家就可以知道 比如说在我们河北那个地方吧 我是河北人 有那个禁察纪抗日边区 那个的总司令是谁呢 那个总司令是聂荣贞元帅 禁察纪边区 聂荣贞元帅 这个在和日本人打仗的时候呢 逮住了两个小鬼子 两个小女孩 大概是一个五岁 一个三岁 就是特别小的小女孩 当时很多的这个 那个八路军的战士 是认为 这两个小孩都是小鬼子 侵略者的后代 就主张把这两个小孩杀了算了 他们的父母是鬼子 他们两个也是小鬼子 把这两孩子杀了算了 仇恨不可遏止 但是呢 这个聂荣贞元帅不是这样说的 这两个孩子是无辜的 可恨的是日本侵略者 可恨的是日本军国主义 孩子是没有问题的 于是把这两个孩子送到石家庄 因为石家庄是敌战区 然后又联系到他们在日本的这个亲属 把他们送回了日本 后来呢 这个当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以后 就是这两个孩子 后来还到中国 还看过这个聂帅 这两个孩子呢 就成为中日友好的使者 这个日本人因为聂帅的这个原因呢 就是很多人都认为聂荣贞 在他们提起来的时候 就认为他们是人间的菩萨 这是说什么 他本着自然自己的那种 就是应该说一种 人道主义的精神 这种光辉的人道主义精神 律去了那些狭隘的道德 可能让他会做出来的一些过激的举动 现在看起来 聂帅的这个行为 是一直会放射出这种人性的光辉 我们先生当中都会 现在其实很多人 比如说打个简单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其实你说那个 前几年不是在南京 发生那个砸日本车的那个时间吗 当时充裔在那个年轻的 他是一个修车工人 充裔在这个年轻的修车工人心目当中的 是崇高的爱国主义 那爱国是不是一件很合乎道德的事情 爱国当然是合乎道德的事情 在共产主义来临之前 在这个国界完全消失之前 爱国主义永远是 合乎那个时候最高的道德要求 没有问题 爱国是好的 但是他被自己那种 道德主义这种 狭隘道德主义观念所充斥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干了一件 非常合乎道德的事情 但是 在我们现在看起来 因为对方开辆日本车 你因为自己爱国你就把这个日本车砸了 你就把这个车主 现在好像还是重度残疆 当时把脑僵都打出来了 拿这个链子锁打成这个样子 你说他这个行动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 当然是不正确的 你再看看现在网上非常多的那个年轻人 一说到日本的时候 就是恨不得到日本去 把日本整个轰炸了 放原子弹 是吧 另外一个说 我们跟台湾 是吧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看到有一些 比如说那些有什么台队 有些人就要说 恨不得把日本扔个核弹到那个台湾 就把台湾炸平了 我们宁可要交土 也不要这帮什么 骂这个骂那个的 是吧 都是这个样子 在他看起来是合乎他的道德 但是站在更高的角度 那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 当然是中国人 我们要不要把台湾炸成一片交土 当然不要了 我们要那片交土干什么 我们都流着共同的血 他现在暂时脑子的观念有点不太正确 是吧 但是过多少年之后 我们再想一想 如果你真的把这个台湾给轰炸了 这个仇恨的种子种下来 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是吧 实际上能够温暖一个人的心灵的 能够让一个人的心灵释然的 只能是温暖 过去那个举的 大家都经常举的例子 一个人穿着很厚的衣服 太阳和那个北风打赌 我能够让他过来衣服 你北风吹得越来越狠 他只会把衣服裹得越来越紧 相反我拿太阳晒晒他 自己慢慢地就脱了这件衣服了 我们真正能够就是解决一些问题的 少数顽固分子除外 他是敌人 对绝大多数普通来说 我们要想化解一个人的心灵 只有更加温暖地对着他才可以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拿道德境界 在狭隘的道德境界指导下做事情 有的时候做出来的一些事情 可能是非常偏激的一些事情 天地境界就不一样 当你本着人与人之间那种善念 当你本着那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 去做事的时候 他就会合乎这种道德的这种要求 或者在更长远地看起来 我们说人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一个一般来说 一个理想的过完了一生的人 一个应该说比较成功的人 这一生当中他的轨迹大概是这样过的 其实拿我们这个东西来看西游记的话 西游记里边的很多人 其实都是完美地经历过这样的人生轨迹 西游记里边 当然把这个境界 把这个轨迹体现得特别好的是谁呢 体现得特别好的就是孙悟空 孙悟空一直是在一个追求自我价值 追求自我实现的这样一个人 而且他一生的阶段都叫了不同的名字 其实我们认真地想一想 他这些名字其实都是和他的人生阶段 人生境界 人生阶段互相对应的 像这个自然境界的时候 悟空叫什么 悟空叫天产石猴 他的名字非常简单 就是石猴 没名字 我就用这个 就用这个 就是标出来在旁边补充 他就叫石猴 没别的名字 饿了就摘果子吃 渴了就饮山前水 不知日月 就这样过自然境界 什么时候就到了功利境界了 是那个几声呼唤 大家如果念过中学课本 初中课本不就还写了这一回吗 大家没事干夏天玩 就是看见这股水 大家就说今天反正也没事 我们找了源头出来 到那个地方去 然后就看见水帘洞下面就开始往下流水 众多小猴反正闲着也没事 有谁有本事进去探个源头出来 不伤身体者 我等拜他为王 一连说了三声 没有其他小猴答应 就在这个时候 孙悟空挺身而冲 一连喊了一声 我去 是吧 然后怎么办 然后就去了 一闭眼 往那个水里水洞里一跳 发现没有水 一个豁然开朗的全新的天地 那就是那个水帘洞 后来就出来 出来以后名字就变了 名字他就变了 功利境界的时候 孙悟空就不叫石猴了 他有好多名字 是吧 有美猴王 是他的名字吧 还有孙悟空 正式有了玄名 孙悟空 后来这个 有美猴王孙悟空 后来又变了 曾经到天上 短暂的当了一阵毕马温 当然这个名字 是孙悟空一直感到 特别丢人的一个名字 不能跟他提 一提就急眼 是吧 为什么孙悟空提 为什么一提毕马温 孙悟空觉得特别丢人呢 因为这个名确实不好 大家知道什么叫毕马温吧 毕马温实际上是 这几个字的谐音 避免马得瘟疫 毕马温 是这样的 过去养马的呢 经常是在这个 马圈的那个草料的 那个堆里面 养上一只母猴 这母猴呢 就是因为母猴跟人一样 属于灵长类的动物 它每个月都要来立架 据说猴的这个立架 混到草料堆里 马吃了以后就不得瘟疫 所以管这只母猴叫毕马温 是吧 孙悟空明明是个工的 是吧 然后给它起这么个名字 所以孙悟空一想这名字 就觉得丢人 你看这个捉拔戒 要骂孙悟空 孙悟空一捉弄它 老叫呆子笨蛋笨货 但是在孙悟空不在场的场合 猪八戒称呼孙悟空 总是称呼他做毕马温 是吧 这样称呼的时候 自己心里面好受一点 是吧 你也有丢人的这时候 你也有那个什么时候 毕马温 这其实象征着什么 象征着其实我们在 功利境界的时候 都曾经非常弱小 我们在功利境界的时候 总是受过别人骗 上过别人当 我们总是多多少少干过一些 让我们感到非常丢人的事 是吧 其实这个境界 无我境界 永远是没有什么的 我们想起自己孩子 想起自己小的时候 我们不丢人 我们怎么玩 我们很天真 但是我们想起来 在自己向上爬的时候 是不是有些时候 我们觉得自己那个动作 很难看 我们弱小的时候 为了达到什么目的 我们是不是忍受了一些屈辱 自己想起来都很惭愧呢 我们每一个在功利境界当中 挣扎过的人 我想或多或少 你都会想起那个 让自己感到羞愧的那个瞬间 不想干的事干了 不想吃的饭吃了 不该忍的东西 有时候也忍了 想起来就火冒三丈 觉得丢人 别人不能提 一提这个东西就挤眼 碰触到了我自己 最柔软的那个角落 想起来自己觉得很不好 一辈子谁没干过几件 对孙空来说是毕马温的那种事情 恐怕都有 我想起来我也有 这个东西想起来自己觉得很丢人 肯定都有这样的事情 当然毕马温后来 它一个境界非常高 这个境界很嗨 就是齐天大圣 这个比较牛 这个境界名号最多 象征着什么 其实功利境界是区分度最高的 我们想想自己从小不是 王科长 王谷长 王科长 王处长 王厅长 王部长 王省长 王主席 大概都这样 这个境界的时候 功利境界的时候 称号最繁多 我们一生当中 绝大部分都在这个 都在这个阶段里面 但是这个境界并不是最高的境界 其实你只要稍微干过一些事情 你的人生境界稍微活的境界扩大一点 你开始你的影响超过于挣钱 开始对这个社会发生影响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在这个阶段不行 你不但不能够在更好的自立了 并且你也不能够更好的 就是说团结其他的人了 现在很多人 这个就是 境界还比较低的时候 比如说看马云 马化腾 他们讲一些话 你都觉得跟骗人一样 哎呀 马云 你这样讲 对我来说 一个月挣上那么几个亿 是件挺痛苦的事情 大家觉得 你别说你这几个 你给我几百万 我都高兴都不行 这几个亿怎么就痛苦了 实际上这个说的 我其实后来 就是到各个地方去讲课 也给一些企业 见过一些比较大的企业家 什么之类的 懂不懂什么钢铁大王 什么之类的 见过聊天的时候 会发现很多 比如说任正非 什么类似这样 你就会发现 他们讲的一些话 都开始跟咱们普通老百姓 讲的不一样 咱们普通老百姓 我哪天挣点钱 你是怎么样 赚什么钱 你会发现 其实很多大企业家 开始讲什么 都开始讲给社会做贡献 讲促进就业率 讲什么什么 为中国争光 讲什么什么 这个责任 讲什么 他是骗你们吗 真的 你到了一定境界之后 你可以发现 真的不是骗你 他要再按 以前那个境界活着 他连钱都赚不了了 因为一个人 干的事情越大 需要呼唤起来的人 就越多 你以一个自私自利之心 想呼唤起更多人 对你的追随 绝对是不可能的 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有一个 更高的境界来追随 吸引大家对你的追随 哪怕是骗大家 你也得讲的跟真的一样 讲着讲着 你自己就信了 这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 是吧 你想想吧 什么东西能够一直持久的 吸引追随 什么东西真正的 让你感到感动 让你觉得震撼 一个人功力方面 走得再远 做得再大 仅仅是最高 就让我们羡慕 嫉妒 或者甚或是引起仇恨 什么样的东西 让我们发自内心的羡慕 佩服 一定是他有比较高的 这种境界 是利他的 这才可以 一定最后 走着走着 就会走到这条道 当然这个 大家的方式不一样 有像马云那样 一开始就要建一个大的 我们只对全国的事情感兴趣 也有像刘强东那样 要当个村长 什么之类的 但是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 是吧 你听这些人讲 讲着讲着 他都不再讲赚多少钱了 一个确实是 当你活到一定境界的时候 这个钱对你来说就没那么重要 你不缺钱了 是吧 另外一个 其实我们挣钱是为了什么 其实就是 你的身体就这点 就是为了享乐 就这点享乐 其实都是有限度的 人的食欲也好 色欲也好 什么之类的东西 都有个特点 叫做什么呢 叫做没有深度 什么叫没有深度 所谓没有深度就是 很快就满足了 比如说吃饭 吃肉 我觉得昨天晚上我去 到那个晚上 我吃那个鱼丸 吃那个肉燕 我觉得肉燕这名字起的好浪漫 我们那个地方叫馄饨 听起来就吐 肉燕 太棒了 是我好像飞到锅里的那种感觉 就觉得很浪漫 那个名字 我第一口觉得特别好吃 第二口觉得特别好吃 等我吃完一盒 再要第二盒的时候 再第二盒的时候 我就吃不下了 第二盒我就没吃完 我觉得味道也不像第一盒 那么好吃了 难道仅仅肉燕是这样吗 别的东西都是这样 我们北方烤鸭 最好吃的就那第一口 往下再吃就不行了 红烧肉也是 第一块是最好吃的 吃到后面你会腻的 汤也是这样 所以吃饭的感觉是 一口不如一口 喝汤的感觉是 一勺子不如一勺子 都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对女色也是这个样子 你能持久的那什么 最后你越近满眼花 最后你就会感到没什么意思 当然绝大多数人都没有 没有体验过 所以他会觉得 哇 好有吸引力 见证别人 其实你越近繁华之后 你觉得没意思 我也没达到那个境界 是吧 我们多数人没这个机会 是吧 正是因为没有机会 所以你老对什么东西 充满着一种 但是实际上 你想想自己体验吧 很多这种体验 第一个是没有满足 所以你一直对他念念不忘 第二个就是 其实你是被鼓噪起来的 对一个东西充满这种欲望 真的这个东西 到你面前的时候 你未见得多感兴趣 比如说我以前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宿舍里边喝酒 喝什么酒 都喝那三块钱 五块钱的酒 几个人一喝 最后喝得晕晕乎乎的 其实就几块钱 喝完头疼漫天 是吧 觉得那个时候就觉得 那些喝茅台的人 那简直太幸福了 要我呢 每天不得天天喝 是吧 过去的时候 我们上大学 那时候我上大学 就有个不好的习惯 就开始抽烟了 我们那时候买的烟 都一块多钱 一盒那种烟 是吧 那个时候 红塔山是特别高级的烟 红塔山 在大学的那个 大学男生宿舍 小卖部里边 是拆开包 按根儿卖的 你知道吗 一根五毛钱 我们都是比如说 今天碰上个什么 特别好的事 特别想抽一根了 拿着五毛钱饭票 去换一根烟 拿了这一根烟之后 哪都别的 恨不得沐浴焚香更衣 是吧 最后架势摆好了 这根烟点上 吸进去之后 吹出来的完全是清风 全都烙到肺里去了 是吧 就是那种感觉 哎呦 后来我就想 那个怎么样 现在 到了我现在这个程度 我不是说日子过得多好 但是比如说 我如果想那个每天喝茅台的话 因为我酒量很小 酒量大的人 我喝茅台就不行 像我岳父那样 每天喝半斤的那样 茅台肯定是喝不起的 但是像我这样 一年加起来 喝不了个三瓶两瓶的 我可以每次喝酒 我都喝茅台 完全没问题 但是现在茅台长得很厉害 长到两千多块钱了 是吧 两千算什么 我一年就喝三瓶六千块钱 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是吧 六千块钱 那个不算什么一个大数 是吧 但是我这个人是什么呢 后来比如说 外面去喝酒 什么的 经常是酒席上 是喝茅台五粮液这样的酒 喝到二两之后 谁给我再倒酒 我也死活不喝了 别再给我喝了 再喝下去不行了 是吧 恨不得你茅台五粮液多了以后 再干杯的时候 那就恨不得 赶紧倒掉 换成白水 是吧 这个东西对你来说 根本就 你会发现自己真的是不感兴趣 烟其实抽的再多了 你感觉 五十块钱 一百块钱 一包的烟 其实也感觉到 就离了这玩意不行 抽的时候 真没觉得多快活 点上两根 哎呀 这玩意对身体有害 你还得把它掐了 但是不冒着吧 又好像不行 也就是这个样子 我举这个例子 不是在羡慕我活得多好 我这个线子比大家都活 大家的一个活得更好 我只是通过我的例子告诉大家什么 这个世界上功利层次的很多东西 是没有深度的 一旦满足之后 它根本就不能够给你带来持久的快乐 不能让你真的感到人生价值的这种实现感 没有这个 你坐什么车 那玩意儿就还能怎么样 五十万的车跟八十万的车 跟一百万的车 其实坐起来没太大差别 但是跟十万的车坐起来是有差别的 是吧 其实到三五十万坐着舒服程度 那底下不就是一块皮子包个海绵吗 是吧 也就是这玩意儿 你再舒坦 你那个被窝舒服 是吧 那不可能的 是吧 所以其实身体的享受终究是有限度的 我们到最后的时候一定会走到 只要你人生是按正常 真正的是上台阶的这种方法 一定会到这个境界 道德境界 利他 利他境界其实也是 从这个境界到这个境界是最难完成的 这个过程应该说是充满了艰难险阻 西游记里面 写的最丰富的就是这个阶段 你看到这个阶段 孙悟空名字都变了 他不叫美猴王了 不叫孙悟空了 不叫毕马温了 不叫天大圣了 这个时候他的名字叫什么 唐僧给他起的 唐僧给他起的 行者 叫行者 这个时候非常难 孙悟空你看 那个时候活得多疏心血液 但是在这个阶段 你看他那日子过得憋憋屈的 是吧 整天伺候这个肉眼 凡胎的这个唐僧 好多事他还不理解 没办法 还得伺候他 一开始多不情愿 但是你看 随着这个 这个曲经 这种旅程的这种展开 孙悟空其实他是逐渐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 在这个境界的时候 其实他忍受了很多东西 渐渐的会发现 他由一个纯粹的这种 叫什么呢 叫好汉 完成了真正的像一个英雄的这种转变 英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好汉跟英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好汉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自己 即使是把别人打趴下了 也是为了自己扬名 显示自己如何的厉害 所以李逵可以叫好汉 但是李逵绝不是个英雄 知道吗 因为李逵有时候干的事太缺德了 我们家的 是吧 李逵干了好多缺德事 你知道吗 这个最令人发指的一件事 是他收服这个朱瞳的时候 干的这个事 当然这个事也不全怪李逵 也跟宋江有关系 也跟吴庸有关系 这俩人是缺德完了 这个朱瞳是把一个人给放了 把那个 太棒了 非常好 很多大朋友都不一定记得 他把雷恒给放了 雷恒放了以后到梁山之后 他就说 朱瞳这个人真棒 咱们梁山要没了朱瞳 一大重大损失 就想怎么把朱瞳收上山来 怎么把他收上山来 想了个非常绝的这种计 断了朱瞳的后路 朱瞳这个时候 在给那个太守家里边 当什么 相当于当奶爸 知道吗 那家的那个小牙 不喜欢别人 就喜欢朱瞳 一见朱瞳就喜欢 朱瞳 长得跟关公似的 九尺多 大红脸的 二尺长的胡子 小孩特别喜欢 老揪头胡子玩 然后那个 说的对 剧透 很多人说剧透 应该被拖出去打五十万 是吧 你把我们的好奇心 全给搞没了 是吧 这个 小孩直接把答案告诉你了 是吧 然后派李逵去 小朋友你能不能不说话 好 这个 然后朱瞳就去看护他 但是有一天看着看着 忽然发现 小孩背上一清 被人摘走了 就追 紧追前面那个人 就紧跑 慢追就慢跑 后来到了一处 松林之处的时候 那个人 停住了 肩上小孩不见了 那竹童一阵心里发慌 在一看的时候 小孩已经被 在松林里边 被杀在地上 脑袋被劈成两半 满地流的都是脑浆子 李逵这人就干这种事 在哪儿李逵 李逵在这儿 李逵就干这种事情 李逵还有一次 去到那个 这个 这个村子 到一个村子里边 这个村子 这个家里边 正在闹鬼 每天家里边 就好像是闹鬼 派了多少法师来 都没用 李逵说 我去 结果吃饱 喝足进去以后 发现 不是在闹鬼 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是吧 好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那家的女儿 正在谈恋爱 把那个门 窗上 全都气死 只留小孔 让家里边 往里送东西 食量特别大 因为还有个小伙子在吃 派来什么和尚法师 小伙子身强力壮 都把和尚法师打跑了 这回李逵来了 一看李逵那样 大概那个小伙子很害怕 觉得自己打不过 钻在床底 瑟瑟发抖 晚上见着姑娘 到底怎么回事 这姑娘说了 哎呀 这个实际上我在谈恋爱 是吧 然后叫底下 那是我的肩负 王小三 小三你出来吧 是吧 小三就出来 李逵怎么干的 李逵把这个男孩 女孩当时就傻了 傻了之后还不算 吃饱了吗 吃饱喝足以后 这个没法消神 我们吃完饭以后 常常出去饭后摆不走 李逵的饭后消神的方式 不是摆不走 实际上 这有劲没出石怎么办 正好看两个人 死尸在那 把那尸体抬到案板子上 解开斧子 咔嚓咔嚓咔嚓 把他剁成馅 哎呀 这身体松垢多了 是吧 李逵这种人 所以李逵 你说他是个好汉 还可以 李逵绝不是英雄 什么人是英雄 水户里面也有 比如说像武松是英雄 比如说林冲也算不上英雄 林冲其实里面相当窝囊的一个人 有空我再跟你们讲林冲 是吧 那个鲁志深是英雄 鲁志深心里面 那真是说只有别人 没有他自己 鲁志深本来当都头 这个不是当都头 当提下 当得挺好的 当得风生水起 为了救一个不相干的女人 金翠莲 最后弄得这个体下当不成 当和尚吧 这个鲁志深 后来就视金子到哪都发光 鲁志深当和尚 当得风生水起 一下他把那几个破屁股来 全都降服了 本来想害他的 一个人抱左腿 一下把他颠到那个粪坑里边去 鲁志深左脚一脚 右脚一脚 把张三李四全踢到风坑里边去了 那个风坑那个非常大 你想几千人的和尚 那风坑得多大 那就是个游泳池 那俩在里边又不敢上岸 在里边游浮水 顶着那什么的蛆什么之类的 然后鲁志深哈哈大笑 这俩阿杂婆皮 你们起来 上来以后换衣服 把盘的蛆什么都摘掉 到底怎么回事 竟然就说 没想到您这么厉害 后来鲁志深就跟他们带一块 每天这些扑皮屋来跑到这个地方来 听他吹牛 听他白火 那对鲁志深扁扁的服 鲁志深当和尚 当得风生水起 但是为什么和尚又当不下去了 为了林冲的娘子 和尚也当不下去了 林冲娘子受人调戏 林冲都再三的隐忍 但是鲁志深 替他这个什么 最后林冲跑出去了以后发配 又因为旧这个林冲暴露了自己 当和尚都当不成 鲁志深是这样一个人 脑子里边只有别人 没有他自己 这是道德经济 英雄好汉最大的特点 就是有利他的精神 为了普通的百姓 可以自己付出很多的牺牲 冒很多的风险 有本事 仅仅是个好汉 但是能够利他 替百姓分担忧愁 解决他们的麻烦 而且没有什么希望得到回报的 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宋悟空 其实你在一路上 你会看到 宋悟空越到后来 英雄色彩越明显 原先的时候 往往都是为了避免妖怪害自己 到后来以后 你会发现很多事情的时候 他做这些事情 已经不是说这些妖怪 触犯到他自己了 比如说通天河 为什么要解救 这个陈家的那个一乘金 和陈关宝 这个通天河怪 其实本来都不知道 宋悟空他们来了 是宋悟空 唐僧看到 这妖怪 每年要在这个地方 要一对同男同女 心里觉得这个东西不行 于是自己变作童男的样子 让八戒变成童女的样子 去让那个灵干大王吃 结果灵干大王当然没有吃了他 是吧 然后就是一系列的争斗 除掉这个妖怪 最后是被观音给解救走了 是吧 他做后来 越到后来做的很多事情 不是为了自己小取经团体 顺利的过去 而是沿路看到百姓受到危难 然后真是按水火里边说的 路见不平 打拔刀相助 解脱这些人 于水深火热之中 所以越到后来 宋悟空身上体现的那种 利他精神越明显 当然这个阶段是最难最难的 我们其实人生也还是这样 人生有的时候你做一些这样功利的事情 凭着自己的本能指引 是吧 你就可以做 当然像这个道德境界转化的时候 其实你就面临着很多困难 包括别人的不理解 包括这件事情 你需要得到重大的牺牲 有的时候你要为自己 挣扎着向前就行 但真正的到道德境界 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别人未见得领你的情 是吧 有的时候还说一些怪话 然后还因为他不理解 为了让自己内心获得一种安宁 他要贬低那些 他并不理解的 或者他直觉就认为比自己高的东西 这样才能获得心理的平衡 到这个境界的时候 面临的很多事情是这样的 最委屈的阶段是这个阶段 后来宋悟空终于过这个阶段 宋悟空什么时候就到达天地境界了呢 到临山的时候就接近天地境界了 其实越往那个什么后面走 越往后面走 其实越就是说这个 这个接近这个境界 其实从六尔弥猴这个事件以后 宋悟空已经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六尔弥猴 大家很多人觉得 仅仅就是一个六个耳朵的猴子 实际上不是 六尔弥猴在西游记里面 说得非常清楚 当他和这个 当他和六尔弥猴争执的时候 来到佛祖面前的时候 佛祖说了一个特别好的话 他对底下那些辟知佛了 对菩萨了 对那些罗汉了 然后说了一句话 叫如等皆是一心 且看二心竞斗而来 说你们都只有一个心 现在我就告诉你 那个有两个心的来了 二心是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都知道 二心常常就是那个不太好的 除了正心之外的那个东西 二心 我们其实很多人的时候 在很多时候 很多人在很多时候 会面临二心之争 比如说路上看着 比如说地上掉了 比如说有这个 钱少点吧 不太那个什么 有吸引力 咱们说多点吧 比如说地上有五块钱 五块钱挺多的 一分钱你可能不减 五块钱你减不减 我再说多点 七块行不行 好吧 大家口气都比我大 是吧 底下有小朋友还是挺好玩的 是吧 五万行不行 五万块钱 一塔子钱 就是五罗钱扔在地上 塑料袋包 你一看那就是五万块钱 真的啊 五万块钱 或者地上掉一大块金子 是吧 这样的 你拿到这个钱之后 任何人的心里边 其实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第一个 我要自己要了 这五万块钱 其实干不少事啊 对吧 五万块钱 你可以买一个 比如说 五万块钱 可以买辆车了 知道吗 你要买个夏立的话 买个QQ的话 我看见你妈的表情 我的天哪 怎么办呢 是吧 这个五万块钱 可以干很多事 但是我们其实 很多人都会想 这个如果丢钱的人 会多着急 我这个钱是该还给他 还是自己拿着 我想每个人 都会有这样的 两颗心的正经 但是最后的时候 有些人不一样 有些人就说 这个钱 哎呀 买点好的 很多人就这样了 也有的人 最后会把它交给警察叔叔 像我的话 就交给警察弟弟了 他肯定比我小了 是吧 警察孙子 警察孩子 他肯定 一般警察 现在二来岁 都比我小 孩子 这是我捡的钱 我一般会这样说了 还有这想方设法 联系施主 我们很多时候 都会面临这二心的竞争 比如说你一个三四十岁 正常的男子 是吧 你已经结婚 有孩子了 这个时候 一个年轻的 非常漂亮的美女 吸引你 哎呀 我就喜欢你 我就什么你 难道你内心深处 没有一点波澜吗 两颗心就开始争斗 第一颗 哎呀 我得对得起老婆 对得起孩子 另外一想 我要对得起 什么什么东西 是吧 我的信念 第二颗心 那个色心又在 哎呀 你就答应了吧 也许没人知道 是吧 也许什么之类的 我们会不会面临 这个东西 当领导的 下面送了一大笔钱 这笔钱很多呀 七百多呢 是吧 七百多就不知道的了 是吧 七百万好不好 七百万 收下来 也许退休以后 一直生活水准不降 留给孩子 孩子还很大的感念你 哇 让你的孩子也过得很好 但是另一方面 立脉一颗心提醒你 违法犯罪呀 是吧 被发现了怎么办 那我这个一辈子 我当一个 都是当一个好人 一下说了这个 那我以后内心 就从此不再是清白的 我在跟别人 在讲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这个嘴还能不能说出去 你都会面临这个东西 其实宋空当时 就是二心之争 一颗心是向佛之心 另外一颗心 是他那个焦躁狂野之心 是吧 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 看不起唐僧 内心有很多东西放不下 总拿出七天大圣的谱 是吧 二心之争 最后什么结果呢 当被如来 点破了这个二心之后 宋空一棒子 就把那个六尔猕猴打死了 从此以后 他就只有一颗向佛之心 在整个苏共空的人生当中 和猴生当中 这个六尔猕猴这个事件 是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的事件 从此以后 他就越来越真正的 那应该说 甚至某种程度上 已经超越了这个道德境界 乃向着天地境界的方向发展 最后什么时候就到达天地境界了 以上灵山为标志 我们其实看到 上灵山前后的宋空 跟闹天宫的宋空 甚至跟在西游路上的宋空 其实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时候的宋空看起来 光风际月 看起来跟以前就不太一样了 但是在这个境界是描写的最少的 按说是最完满的人生境界 为什么描写最少呢 其实我告诉你原因非常简单 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文学作品是以现实为基础的 文学作品是对现实生活的这种描摹 吴承恩也好 他隐隐戳戳的 他感受到这样种东西 比如说在读佛经 在读论语 在读什么庄子 这过程当中 他知道有这样一种境界 叫做天地境界 非常美好 但是你知道吗 现实生活当中 你碰不着这样的人呢 他怎么描写啊 描写不好 他只有人 就是说现实人摆在那里边 你描写他描写的好 如果现实生活当中 你很少见着这样的人 他就只能是一个苍白的形象 活在你的 朦朦胧胧的那个脑子当中 因为现实当中的人生 你就没见过这样的人吗 现实生活当中 道德境界的人都是非常少的 绝大多数人都活在功利境界里边 但是这个境界吧 我们虽然见得很少 但是总还是有 总还是有 你总能看到 或者在那一刻 他闪现着道德的光辉 这些东西让你自探浮如 让你觉得充满钦佩 所以这个还是不少的 但是到这个境界就很少了 所以 那个吴承恩描写起来 手下一支笔 就显得非常的笨拙 他只是描述了孙悟空 大概是个什么情境 我们知道 孙悟空到天地境界以后 成佛以后 脑子上那个孤就没有了 这说明什么 孙悟空就到达那种 从心所欲不于惧的程度 我们现实的人 除了内在的约束 还必须要面临很多外在的约束 你才能不做坏事 但孙悟空至少外在约束不需要了 那个孤已经完全没有了 我们只能隐隐戳戳地 感觉到这些 没有感觉他描述得很详细 很清楚 原因就是在于 我们生活当中这样人见得太少 你看 西游记孙悟空 为他的描写的对象 给我们非常完满地展示了 一个理想的人生 所能经历的这几个阶段 与此同时呢 他其实也告诉了我们一些 值得启发的东西 如果你一生不想停留在 自然境界里边 懵懵懂的 一直像个小猴那样活着 我们能够从西游记里边 送空的这一生 得到哪些启发呢 我们至少 我们至少可以 有这样几点启发 第一个呢 我们可以知道 第一个 首先呢 就是要有这种 感为天下先的勇气 这一点我觉得是特别重要 以孙悟空来说 什么时候 他就开始跟以前 那个普普通通的小猴不一样了 就是从那个水帘洞 那纵深一月 从水帘洞 这纵深一月之后 孙悟空的人生 完全就打开了不同的境界 不同的阶段 你说送空这一跳有多难吗 其实没多难 因为送空跳进以后 别的猴呼噜呼噜也都跟着进去了 可见那个难度是不太大 这告诉我们什么 在非常多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 你没干成一些事情 仅仅是因为 你没有挺身入局的勇气 有的时候 这个东西太重要了 胆非常重要 以前的时候 我听那个谁说的 王健林 问他 你说觉得读大学 读清华北大 是不是非常重要 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 王健林当时就说 什么清华北大 都不如人的胆子打 这是最重要的 你真想干成什么 有的时候 那个勇气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就敢把自己扔出去 这点就特别重要 如果你没有这种勇气 那你什么境界都开头不了 而且你会发现 一旦你开始做出 第一个这种勇敢的选择的时候 那后面的事情 就有的时候 就不由你不这样做 后面那个事会邪过着你 走向一个 你没有预料过的东西 而且越到后来 你就越成为你自己 人都是越来越成为自己的 这点非常重要 我其实过去的时候 我自己有一个体验 我不是在说我过的 我多次跟大家说 不是说我过得多好 我只是说 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明一些道理 如此而已 你比如说 我如果不去 比如说去百家讲课 百讲坛讲课 如果我不去 像文明之旅 我后来去的地方挺多的 什么文明之旅 中国称语大会 什么汉字听写大会 现在叫汉字风云会 这次叫 不叫那个什么了 改了名了 然后很多这样的东西 法治讲堂 乱七八糟 好多节目 基本上都去过 去过之后 它有个特点 就是一下子 打开了你的眼界 当你面对那个大灯泡 一想到自己讲完之后 就有很多人 全国都要挑你的毛病 那是一种情况 尤其是百家 一个大灯泡照着你 四五十分钟 完全你跟人唱独角戏 也挺难受的 但是有这个之后 然后就开始 你到各个地方 去录各种节目 你到各个地方 去见各种各样的人 比如说 我也去过 一些国家行政学院了 就给那些部级 副部级 厅局级 干部讲过课 我也去很多大学 各个地方 去给那些大学生讲课 也给今天 比如说 类似咱们这种图书馆 就是面对市民朋友们 这种讲课 你见的人多了 你的经验 越来越丰富了 然后你在每次讲的时候 每一句话 它不是简单的这一句话 带着你过去 所有的人生阅历等等 我就越来越成熟 我不会有任何 缺任何的场 你无论什么样的场子 我肯定不会害怕 不会恐惧 不会这个什么 为什么你过去的经历是这样 你就越来越成为自己 如果我没有 比如说类似去百家 去各个地方 讲各种经历 我相信 我也还是个好老师 但是我的人生的阅历 跟现在的阅历 是不太一样 可是有了这些之后 我再给学生讲 讲到一些 比如说讲水浒 讲金平梅 讲西游记 讲什么的时候 我就不再像以前那样 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文学老师 分析这里边的东西 因为很多东西 有的是你经历过的 有的这样的人 就是你见过的 这就不太一样了 人都是越来越成为你自己 而最重要的 扭动那个 一开始那个机关的 可能是需要勇气 那对我来说 不需要什么勇气 你只要去迎接好 这个东西就好了 但是非常多的时候 你首先是要有这个勇气的 你比如说像马云来说 他现在是阿里巴巴 马云以前跟我一样 也是个大学老师了 他能够放下 大学老师那个铁饭碗 然后去创这个阿里巴巴 那在当时的时候 他也放下了 他所有的存量 开始找那个 不知道存不存在的 那个增量 那一瞬间 那他是要勇气的 所以我们首先 你要干成点什么事情 你没有这个 敢为天下先的这种勇气 肯定是不行的 曾国藩就经常讲 要挺身入局 你要有这种勇气 一旦有这种勇气以后 你见到东西就不一样了 你越到上面看的东西 就越跟以前不一样 但是最开始 要有这种勇气 特别我们现在 还比较年轻的朋友 年龄老的也是这个样子 老的时候 你不一定在寻找的是 那个功力方面的东西了 但是你的人生的格局 需不需要扩展一下 人活来活去 都是一种体验 是吧 第一个是这个 第二个我们说的是 要放下救我 有的时候 你需要有这种气度 假如前面是一种勇气的话 后面更重要的是一种气度 这个社会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我们现在看这个特点 看得越来越明显了 现在这个社会变得非常快 叫做不连续性 你一定要 人生在世啊 你一定要很多次会面临 这个跨越不连续性 都会这个样子的 我们在中学的时候 大学的时候 学习有个特点 每天就往上涨 对吧 我即使别的没涨 反正我今年二年级 三年级 他似乎告诉我们 我们在进步 从初中到高中 虽然又回到一年级了 但是我们现在高中 跟以前名字都不一样了 那我们又完成了一个 像智一样的飞跃 你过去的经历 就提醒你一点点的向前 但是比如说到我们工作了 到我们工作了以后 跟以前考量的标准 就完全不一样了 以前考量你是个好学生 还是个坏学生 考量的是你 把前人的东西 能够学习好多少 这是对你的判断 但是到社会上以后 给你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你能够给这个社会 提供哪些新鲜的 别人提供不了的东西 我们现在很多上点岁数人 包括我上大学 那些朋友们什么的聚会的时候 我发现很多人 还活在旧的观念当中 老觉得那些 谁学习好的学生 很佩服 然后那些学习 当初不太好的学生 如今在社会上有所成就 那些曾经学的好的人 或者其他人 就会觉得很不屑 哎呀 他就是那什么 他学习不行 他就是运气好 他就是不知道 哪上组上长哪根耗子 他这个什么了 是吧 这个就错了 这些人脑子里边 他不但没有完整的 很好的快乐 这个不连续性 并且他脑子里边 也没有这个意识 是吧 到工作以后 对那个人不一样 很多为什么学习的时候 为人的学习多好的人 到后来 好像社会上 还发展的很好 原因是 人家干的那个事 是社会上更承认的 哎 我为什么这么说 是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 这念书念不好吗 是吧 这个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宿舍里边 一共七个人 我是第六名了 一共七个人 我们宿舍只有一个人 比我学习差 就是老大了 我们老大可以让我做任何事 那个替我打饭去 也不给我钱 给我打水 今天露露 天露你替我去打水去 有时候我就很愤懑 我不想去了 干嘛呀 是吧 我们老大 然后就不说话 就开始从床上爬起来 收拾东西 我说你干嘛 我学习去 是吧 他要一学习 他就想超过我 是吧 他一超过我 我就害怕呀 你说 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好面子的人 是吧 倒数第一名 这受不了啊 这个 我那面子全在我们老大的身上 老大要一甩下去 我就没脸了 就没面子 你千万别 你千万别好好学 你让我干什么 我干去行不 是吧 我就这个样子 是吧 我那时候念书念的不好 但是 我那时候其实还是挺爱学习的 我不爱学课本 但是我看了大量的其他的这个东西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基本上 我在我们学校什么 那时候流行大专辩论赛 我是我们学校的最佳辩手吗 然后那个 我基本上后来回答问题的时候都是这样 我回答问题之后 别人就不用再说了 老师一问一个稍微难一点的 需要点什么东西的时候 然后全年级的同学都会扭头看我 我就起来说 说完之后 念书念的不太好 然后但是读书读的还是挺多 刚才我们就说 其实为什么很多人 很多人上完大学以后 因为自己大学当了个干部 或者大学的时候当了个什么 就好像一直觉得自己心里面就放不下这个东西 原因是什么 他们没有意识到 这个人生的发展 社会的发展 都是要跨越那些不连续性的 你在某一个阶段过得好 不意味着你在后一个阶段继续能够过得好 人生很多都是这样子 咱们现在通过社会上 这个做生意什么之类就知道了 以前的时候国营商店 国营商店被什么打败了 被小商小贩打败了 小商小贩被什么打败了 小商小贩被大一点的商场打败了 商场被什么打败 商场被超市打败了 超市为什么被什么打败了 超市被现在的网络打败了 网络将来会被什么打败 不知道 也许是新购物 新什么 马云他们最发愁的就是褶子 什么时候睡不好觉 为什么 担心不一定什么时候突变就会发生 那个优势 那个巨大的存量就不在了 所以他说每天睡不好觉是有道理的 所以你要跨越这种不连续性 需要什么 需要的是放下救我的这种气度 你看宋空就是 当猴王当的挺好吧 但是他发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肯定会死啊 这时候怎么办 他听说海外有仙与佛与道 能够长生不老 勇敢的放下了这个东西 踏上了茫茫的寻仙仿道之路 这就是能够把过去所有的存量都放下 去面对一个未知的这种 未来的这个量 所以有的时候 放下救我的这种气度就特别重要 放不下救我的老是活在自己那个当中 老端着老什么 那个肯定就不行 过去有的时候面临这种社会东西 你过去越好 有的时候对你来说越是累赘 越是负担 比如说中国过去最好那些 汽车那台厂 这个都不行了 原因是什么 没内胎了嘛 不连续性变化 以前你把产品做好了就行了 现在告诉你 不需要内胎了 现在全是无内胎 连内胎在外胎一个轮道上都有了 这个时候 如果他能够比较好的 比较早的放下那些东西 用以前那些资金的优势 去投入无内胎这种研发该多好 但他们放不下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面临这种不连续发展的社会 我们需要有这种放下救我的勇气 当然其实这个西游记 其实也还告诉我们 如果前面你尝试了没有成功 那为什么呢 我现在还跟你解释一点 其实永远来说 我们还是要祈求幸运之身 幸运有的时候特别重要 那宋悟空那一跳 假如那不是水帘洞 那是一口深不见底的水井 那猴就淹死了 这也有可能 再比如说踏上茫茫的 海外寻仙之路 也许一个浪头 宋悟空打到海底了 那还不如继续当猴 还能当20年 因为宋悟空最后的寿命 是342岁 那个榜上写得很清楚 生死博上写得很清楚 天产时候宋悟空 受该342岁 善终 那往前推 宋悟空基本上 发出这个人生苦短 要去海外寻仙访道 发这个道心的时候 你往前推一推那些经历 海上漂了多少年 跟徐普吉学了多少年 基本就320岁左右 如果一个浪 把宋悟空给打死了 大家就会觉得 哎呀还是享受那20年 猴王的快乐生活还多好 这也是一个 再一个宋悟空 也许一到岸上 遇着的不是须不提祖师 遇到的是一个耍猴的 这宋悟空也倒了没了 这辈子就翻筋头 就这个什么 这辈子也就这么过去了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幸运之神的眷顾的 有时候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 你看我们讲了这个境界 人生的几种境界 我们讲了 宋悟空这一生的求索 然后给宋悟空 这个为什么能够这样 我举了两条 其实还有别的原因 我举两条 时间比较短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与此同时 还有需要这种 放下救我的这种气度 因为这个社会发展 是存在着不连续性的 这个时候你要需要 这样一些东西 最后呢 就是我告诉大家 其实有的时候 幸运也是不可少的 所以有的时候 你也努力了 没有什么了 你至少可以无憾地告诉你自己 可能就是幸运之神 没有眷顾你的原因 不过今天讲了一些道理之后呢 最后一点 规矩到一点 很重要 祝愿大家 因为听了我们这个讲座 日后变得越来越幸运 OK就这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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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